Hello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每日遇見杜拉克 11月23號文章 保留權利 一定要有某種最高權利條款 把會影響到公司整體 和全公司長期利益的決策權 保留給中央的管理階層 實施分權制的企業裡 最高管理階層 必須謹慎考慮應該保留哪些決策權 因為有些決策與公司整體有關 牽涉到公司的誠信和未來 有權做這類決策的人 必須能宏觀全局 而且要為整個公司負責 明確地說 有三種決策 必須保留給最高管理階層 公司才能維持完整 不致分裂 第一種決策是 公司該選擇哪些技術 市場和產品 投入哪些業務 放棄哪些業務 以及公司的基本價值 信念和企業原則為何 這些必須完全由最高管理階層決定 第二 最高管理階層 應該掌控主要資金的分配權 資金的供應和投資 也是最高管理階層的權責 不能授權給聯邦制組織裡的自主事業單位 第三 另一項重要資源是人力 聯邦制組織裡的人員 尤其是經理人和重要的專業人才 是整個公司的資源 而不是某個單位的資源 公司的人事政策 以及分權化架構下自主事業單位裡的重要人事任命 都屬於最高管理階層的決策範圍 當然 自主事業單位的經理人 在這兩方面都必須扮演積極的角色 今天的思考與實踐 某些重要決策 必須保留給最高管理階層 尤其是與組織的任務 價值和方向有關的決策 以及與資金分配 人才拔佐有關的決策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L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河俊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